下语的妈妈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怎么称呼你 我叫唐丽 我今年28岁了 你来自哪里 我的家乡在内江市 威远县 我的家乡特别美 有山有水 现在你还在家乡 还是已经出来生活工作了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我在成都 在成都 我是一名茶医师 茶医师 对 那你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我从小特别喜欢唱歌 我在家里面的时候 经常就是对着大山 对着河水唱歌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像我的观众一样 每天都会唱 经常唱什么 割小麦 搬玉米 挑粪 什么的 经常唱歌 一般在这种时候 选择的歌曲是一样的 还是略有不同 有不同啊 比如说割小麦的时候 割小麦的时候我喜欢唱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歌起来那小麦就特别舒服啊 一点不疼 对 对对对 那跳担子的时候呢 跳担子的时候我会唱 唱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自己都不累了啊 对 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是 你挑粪的时候会选哪首歌呢 从来哥哥会给你推荐一首歌 叫味道 那味道不好闻 唱歌是受谁影响呢 是我爸爸的影响 爸爸今天应该陪你来了吧 这么重要的舞台 没有 爸爸现在在新疆的工地上拉钢筋 我只告诉了爸爸 我参加这个节目 没有带他过来 爸爸多大年纪了 爸爸五十七了 五十七 还在外面干活 你一直在提爸爸唱歌好 爸爸影响你的唱歌 我一直没从你嘴里 听到妈妈的话 妈妈呢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然后我和弟弟 也就跟着爸爸一起生活 在我十岁那年 爸爸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把我送到我姨妈家 他就是为了离中原音乐学院近一点 结果因为太想家就回去了 在我十七岁那年 爸爸出了六百块钱 让我在县城里面 出了一张专辑 这个专辑寄到我三姨妈家 让我三姨妈拿到中原音乐学院去 让他们听一下 我有没有这个唱歌的潜质 可不可以在那上学 这个钱也还了好几年才还上 我非常累久 那今天你要演唱的歌曲是 我想唱一首《小村之恋》 那开始你的演唱 《小村之恋》 《小村之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村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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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风光 你常出现 我的梦想 啊 顽固 顽固乡 顽固乡 别爱是风无恙 我时常 时常的想念你 我愿意 我愿意回到你 身旁 我愿意回到你身旁 美丽的层庄 美丽的风光 你常出现 我的梦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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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唐莉 没想到 没想到爸爸会在我们现场 多长时间没见到爸爸了 慢慢来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对 爸爸到新疆了 工地上拉钢筋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上次是一年前见的爸爸是吧 对 是去年春节的时候 唐大哥 你好 唐大哥 唐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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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 这边 唐大哥 你好 看到女儿高兴吧 我不管她唱得好不好 我心里都高兴 完全今天来到上海 有这个机会 我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唐里 我想问一下 你这么喜欢唱歌 是像谁啊 是像爸爸 像爸爸 那你有没有跟爸爸一起唱过歌 小的时候 就是我们家外面有一个大土堆 然后到那上面唱歌 然后都是晚上 那你记得那时候跟爸爸唱什么歌吗 唱的牡丹之歌 我相信很多人现在都非常的感动 女儿想不想跟爸爸 重温旧梦一起唱一首歌呢 可以 但是可能我唱不好 好 因为你唱 在那桃花 盛开的地方 有我好运 白 在那桃花 盛开的地方 有我 和爱的故乡 桃树倒也在你静静水面 桃花小米鸟 心里的村庄 啊 无乡 生活养活的地方 无论你在那地方上战斗 总是把你 先前一向往 想往 我觉得 在我们妈妈的舞台 每一次看到总是 妈妈有那么的伟大 为了家庭可以付出奉献那么多 但是今天我们很高兴 唐叔叔 你站在了这里 告诉了全世界 中国的男人一样的伟大 谢谢 所以说 我的意义是 通过 叔叔 谢谢 孙女生 谢谢 唐莉 我觉得你歌声中 就如你的故乡一样 有一种淳朴的美 这个淳朴的美 在现在我们 在流行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是很难找到的 所以 我这边也要给你 通过 谢谢 孙女生 谢谢 母爱如海 母爱如山 谢谢父亲 谢谢父亲 你成功了 谢谢 谢谢 叔叔 唐叔叔 今后有机会 多笑 多唱歌给我们听啊 我给你 喜欢你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我时常 时常的想念你 我愿意 我愿意 回到你身旁 回到你身旁 美丽的存在 We are you for the part